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多传统观念和现代想法产生了冲突 比如以前说推从中庸之道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张扬他的个性 体现他自我的一种价值 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观念呢 允许我偏激一下 我绝对赞成后一半 就是张扬自己的个性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的特点 当然它也许是中国人的特点 我想它只是中国人包容的那一方面 但这并不必要的成为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文化包袱 好像如果我们不遵从所谓的中庸之道 我们就背离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如果我们想想先秦时候的那个状态的话 也许我们的更远的祖宗和我们更远的思想源泉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庸和简单的把自己的个性包裹起来 或者彻底消灭的过程 但是我想中庸有一个事情可能对社会是有利的 那么有另一个词来解释中庸 叫做安静或者透明 也就是我们对他人的必要的利益 再一次提到共同价值观本身 在共同价值观所定义的必要的利益 我们尽可能的不去伤害 哪怕我们距离离得很近 眼看就要伤害到这些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节制自己 让自己变得透明和安静 不对他人的这些利益造成伤害 而在我们所拥有的场地 拥有的空间和拥有的机会面前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张扬自己的个性 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辩 人被创造出来就是用来发挥个性 不然活着实在是很乏味 他人也会觉得很闷 大家ertas请大家 daw国后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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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